你们加的三个点 第一个人你入499的 第二个人也是499 第三个人也是499 请问499是多少分啊 300分吧 对不对 这个也是300分 这也是300分 那这三个点一共花了多少钱呢 这个是1500块钱嘛 对不对 1099就是1100嘛 再加上两个200嘛 对不对 我说这都是产品的 不管那个运费和那什么 你花下这个成本 这个是1500 那你这个整个加起来 是不是也是1500啊 是不是也是1500 但是你这个分数多了200分啊 了解了吗 每一个是300分的话 那你是多少分啊 900分的 那边是多少分啊 700分 你900乘以一个12 你够不够 够了吧 差不多 所以说这个能分数难多 那从推荐奖金来讲 那我这推荐奖金 那你下面这两个是不是 每个都是2500块钱呢 整个加起来是不是300块钱的一个推荐奖啊 那你这个499推荐奖一个是100 你这三个点是不是乘以3 是不是也是300啊 对不对 所以是你没有损失钱 但是你的分数多了200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说你没有损失钱 你要智慧的去算 怎么去摆 能够把你这个分数给积攒到 对不对 所以说很容易了吧 那现在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什么呢 这个方法你们都记下来啊 说不定都用得上啊 还有一个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你帮你下面的人 让他也升级 你也跟他同时升级 这样的话呢 他不是有30%的业绩吗 对 假如说你下面这个人 你就刚才举手那小伙子 我看就你最认真 你看他在路 你看见没有他很用心 多帮帮他 那么他要做一个蓝宝 他做蓝宝 然后你同时你也想做一个蓝宝 那么他的做蓝宝的业绩是你 一万一千两百五十分的 乘以百分之三十 他能给你贡献百分之三十吗 多少分 三千七百五十分 这个呢 这个人一个人就给你三千七百五了 剩下你这个基本上小单路 你都能够达到这个级别了 你是不是就省力了 如果你这个网络中 这边也有一个人要冲蓝宝 他也给你贡献百分之三十 这边贡献百分之三十 你剩下那个 你就都把一九九 你都差不多都够分了 了解吗 所以说 跟你的下面的人一起上蓝宝 最好算 对不对 你要来吗 你得来 你两个啊 可以啊 可以啊 一起嘛 一起上 了解不 所以说这个呢 你鼓励你下面的人上 然后你也上 是不是啊 这就容易了吧 有人搞了半年多都还没上 对啊 住场之下 必有勇夫嘛 所以说 多给你六千块 你早晚你也得想上蓝宝 你干嘛不在他的促销期内上蓝宝 那你还多拿六千块呢 要不然以后这个出销就会取消了 这个东西是公司 随时的出销 随时出销 随时出销 有可能的 将来可能会取消 那就是新的 新的 好 这又是一个了 所以你越分析你就越觉得完全可以做得上 阿瑞特 重点你没听到啊 你再教他啊 所以说让你的下面的人 你让你那个无锡的人做一个蓝宝 他现在中国也一样 也是到这个8月31号 让他做蓝宝就出了30%的业绩了 那你一共你是一万一千两百五十分 剩下的人 你就把他们凑成这个分数 你就够了 反正是36个人 他这边已经给你出了三个人了 你就一个个往下减就行了 这是一种方法了 大家了解了 还有一种方法 我的能力可能有限 我的时间可能有限 就像陆伟他时间可能有限 那么他现在正在忙着移民的事 那么有限怎么办呢 合作 和别人合作 各位你好好听听啊 怎么个合作法 我找了在下面的朋友 我们一起充 我们一起充 怎么个充法 这些个朋友 假如说拿出一个点来 或者是你跟他拿出一个点 假如说在下面的人呢 你跟他合作最好 因为什么他的业绩也跟你有关系 然后你跟他一起充 就是你的人脉也让他来推荐 这样的话呢 你们拿出一个点来 三个人或者四个人一起充 充出来 假如三个人充 拿回来这个六千块 一个人是什么呢 一个人推荐多少 推荐四个人嘛 你管好你那四个三角形 对不对 那么三个人是多少 十二个人嘛 十二个人 然后是不是 对不对 你就拿回那六千 你们三个分 一个人分两千 也比没有强 了解吗 四个人合作也行 三个人合作也行 四个人合作 四个人就每个人推荐三个 合作几条仗 四个人每个人推荐 把三个人每个人推荐四个 合作几条仗 对不对 那么就成了吗 合作 这个年团就是团队 你做合作 你们合作 就可以打上了 合作 如果每个人多拿两千 不也挺好的吗 你比不拿想啊 对不对 所以说呢 这个可以 假如说要是安妮和David呢 你们两个可以 找一个点 加入 把两个点同时上 同时上 因为他已经给你做百分之三十了 对不对 然后你这个就是顺理承担的 百分之七十 你把这几个点摆满了就行了 两个人同时上 两个人都做蓝宝 就可以了 对不对 同时上蓝宝嘛 对吧 你知道马来西亚那些人 我跟这个聊天 他们就是看着这奖励计划促销出来 那么 团队运作 多少个人一起做 多少个人一起做 十个人一起做 十个人一起做 每个人都升蓝宝 下面那个人也升蓝宝 大家一起分钱嘛 了解吗 所以说制度是死的 但是人是活的 对不对 你要是能够计划好了的话 你能挣很多钱 对不对 了解吗 我挣很多钱吗 有问题 上完蓝宝以后 那如果下一个月的话 它是给你 就是有序的 不是有序的 去看你每个月的业绩 还是要看业绩 看业绩 但是你可以保留 在活跃状态 哪个蓝宝那些分数 都给你被积着的嘛 所以你的另外一边 你就去 你就去再加点劲去嘛 所以我们做这个事业 是不是永远有一边 一般来讲 每个人一边 都可能是一个大边 对不对 这个大边 我们就叫它一个定期存款 定期存款 那么这个就是 因为它业绩不归零嘛 它这块夹子有十万分了 也给你存着 对不对 然后你自己 忙活你自己这小边 然后你三百绩微 你就拿回一个三十五块钱 这边呢 叫你的活期存款 存个钱吧 活期存款 这个就是你开哨子的 这个叫你的pay lag pay lag 这个叫你的power lag power lag power lag 需不需要 需要 因为它给你六百分了 它能做你的三分之二的业绩 这是三分之一的业绩 了解吗 所以说 为什么说我们早一点进来 上面扔下来的钱 都可以把你自己打成一个power lag 这个生意就是有钱难买找的地方 这个生意就是有钱难买找的地方 都进来没有你吗 年轻人 进行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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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懂 都懂 你要是这商机错过了 你将来肠子都会清了 会清了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说它能够让你活其存款 你偏偏取钱 你这边钓一个人你去取钱 钓一个人 钓一个人你去取钱 了解吗 这一边呢 你要找着大将 叫他们自动自发的去做 那么你都不用操心 他们就给你钓钱 就像那游戏机 巴拉巴拉巴拉 还钓钱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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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啊 好玩 这个东西很好玩 刚才一开始的时候 我还看一看 我这一晚上碰多少碰了 现在都麻木了 不碰了 等到等到月底一看 我这一月就多少钱得了 哈哈哈哈 真的 所以说呢 这是很好玩的一件事 你们真的是可以玩一玩的 是吧 另外呢 还可以这样 就是说我上次我都没教 这次呢 要是你们小孩有这基础 我告诉你 怎么再多赚钱 这是我们正常的 是不是我们正常的一个奖励制作 只有两条线呢 是不是啊 对 这一边这一边吧 那么 你这边可能是大边了 这边可能是大边了 你永远 为什么要三个点一起进来呢 这两个点一定是你家人的名字 可以上传身份证的 所以说将来 他挣出来的钱可以当代币 可以打到你银行的户口上的 这不能是假名字 这俩是真名字 这不是都做起来了吗 你先刚一开始 假如说这一边有借助的了 这一边是不是你打下来了 当你打下来的时候 是不是这一个点上的一边 power line的形成了 然后呢 你看他们都有人做了 都不需要你辅导 他们就可以继续做的时候 你把你这个点开开 这是你的这个点的小边 开开 你是不是三百分 这已经借助了 又借助了一条腿 是不是你永远打一边就可以了 那么开开的话 那是不是三十五块钱不断的回来 那么这个点呢 也可以变成钻石 那我现在就是这个点是钻石的 这面有一边了 那这个点呢 这个是我女儿 我也给她做成钻石的 因为这个点下面的人 都可以自动自觉的去做了 那么我就开了这一边 那么现在呢 我想开这一边了 因为这个 当它也生成钻石的时候 是不是这一个点的第一个人 是不是也是你家人的名字 你把它打下去了 然后你开这一边 省一边嘛 省一个大边三分之二的业绩 然后这一边你第一个人 你永远在第一个人 可以上川身份证的真名字 把这放了 然后我再打这一边 打完这一边的话 那我下次等它成钻石 我再打这一边 一年出了一个钻石 一两个钻石 一年出一个钻石 我第一个是一年零八个月 第二个我就是一年 有可能速度以后越来越快 那如果你有三个到四个 钻石去分公司的钻石分红 请问你能赚多少钱 了解吗 在杰斯这个制度里面 你会赚到无数的钱 数不清的钱 所以说你一定要这样的往里管 这个时候你看到你第四个人 他出了三百分的业绩 假如在这个小边出了三百分的业绩 他是碰出一个三十五块钱 对不对 那这个小边对他来讲 是不是也是他的小边 是不是跟这个一碰 他也出三十五块钱 这个对他来讲是小边 这么一碰又是一个三十五块钱 这个对他来讲又是个小边 三十五块钱 你碰一个三百分的业绩 三百分是多少 四九九就是三百分 但是你碰钱碰出来 四碰你碰出来多少 碰出来一百四十块 一方碰出去碰出来 然后四九九 你还拿出来一百块钱的一个推荐奖金 你才花四九九 你就能拿回来一个两百四十块 是不是百分之五十业绩被你赚来了 了解吗 所以说这是赚不完的钱 什么传统什么其他公司都不在眼下了 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 你就知道只有杰斯才能赚这么多钱 因为他讲了一句读 是允许你赚了 那其他公司 优三大公司五千点就清零了 你上哪去管去 你永远没有个大边 永远五千点就没了 你怎么去赚大钱 那像安利公司 优三大公司 都是每一个人都是围着太阳似的 围着你 他每一边都是他自己独立核算的 跟你是没有任何的利益关系联系的 你怎么去拐来拐去 拐不进去了 只有无限在累计 业绩保留不归零的 这样的制度 你才能够重复赚钱 所以 赚不完的钱 一年搞就钻石出来 杰斯公司最起码十年八年的 还屹立不到 那这个时候你只要赚三年五年 你把这个形成的话 那你真的在夏威夷晒太阳 就像我和威廉老师说 我去夏威夷晒太阳 我不管他 那我半个月 我没做业绩 我回来我发现 我的业绩还在翻翻网上找 所以 我们说 今天你出门 赚钱 没什么了不起 在家穿睡衣赚钱 才了不起 因为你在家里头 你就做电脑就怎么了 对不对 你今天赚一个国家的钱 没什么了不起 就在这一块赚钱 可能有人还赚不了一个国家 就赚多伦多 这么一个地区的钱 就包括安妮 你就赚你那多多 赚多伦多的钱吗 我们跟华尔很难 上你的餐馆里去吃饭嘛 对不对 没什么了不起 了不起的是什么 你赚全球的钱 我们138个国家和地区 都可以赚钱 安妮可以马上就联系 一个不认识的 无息的 赚人家的钱 了解吗 在别的地方是不可能的 对吗 所以你今天白天赚钱 没什么了不起 晚上你要打哑了嘛 安妮那边 但是我晚上睡觉还赚钱 因为我加拿大睡觉 中国的会员在赚钱 在帮我赚钱 晚上还赚钱 晚上睡觉都赚钱 才了不起 对不对 今天你一个人赚钱 没什么了不起 你带领一批人都赚钱 你才了不起 对吗 团队运作嘛 今天你有生之年赚钱 没什么了不起 了不起的是 你这个点位还可以继承 将来你的子子孙孙还能够赚钱 安妮已经进行了三代 爷爷那辈死了 传给爸爸了 爸爸那辈又死了 现在传给儿子了 黄黄大使 明白吗 你让你子孙后代还赚钱 那才了不起 什么生意可以揭司 没有了解吗 只有揭司能达到 什么牛上马 什么牛上马 都forget about 没有了解吗 所以呢 只有揭司这个制度 新型的制度 才能让你赚钱 他这个大边有不归于太厉害了 这大边有不归于才能达到你刚刚讲的拐进来 再拐出去 再拐进来 因为他有一个大边在那边拥有 自己能要在每一条线上 第一个人你都要到你家里的人 你要留下等 你养着他 然后你要是给他自动订货 养到他多少万份呢 他厦门的人都有人都会做了 不需要你帮助了 你再把势使到里面去 那自己能夹在那边 要不要把这个账户要不要是活的 活的当然好 活的你就有业绩嘛 不活的你是有组织嘛 将来有朝一日活着的也行 后面的业绩也可以积攒上来 那是不是什么时候把他账户扶起来 他才算的一件事 对 所以大家了解吗 杰斯是可以 你虽然不是富翁的后代 因为中国没有归族 但是你可以成为富翁的主席 你可以改变你家族的整个的财富的历史 所以重任再见 你要不要做 三年退休你要不要做 走遍全球你要不要做 自己的选择 对吗 明天李英老师就要去莫星哥度假了 尤其是你们几位年轻人 基敏你平常问题蛮多的 傻碍你的眷顶目 今天难得这么面对面的 有什么问题赶快问 没问题 没问题 还是都没有问题 都没有问题 泰国人19岁就长暂时了 我已经有什么样子 赶紧那么算了 妈妈 就两个朋友 明单 回去变明单 每个人打电话 一波 然后呢 就是孝敬你父母给他们买一袋保健品 送礼都可以 所以一点都能 艾米有没有问题 艾米难得 没有问题 这什么问题 今天清楚了 今天清楚了 艾米 别做别的公司 我跟你说 那些公司人都抓他到杰斯来 你就拐来拐去 你这辈子 你先做了有的事情 每一个月都归零的 对呀 你不 你不 每一个月都重新站住 所以说太阳线的制度 永远是月清零 永远是有时间限制 有业绩的限制 有人数的限制 只有我们这个 我16年的历史经验 你们不用再去研究了 我已经算了 你老师刚刚讲的 这个永远不归零不得了 永远不归零不得了 那不是只有一个点位赚钱 他的点位已经赚了一百多万了 还在赚每月十五万 他的永远不归零的话 可以管进去 第二个一定再赚十五万 再管出来又是十五万 这不得了 这就是因为最主要是公司的 因为 你的月手上屏幕会那样一百五十万美金 是完全可以做到 你想想 你现在想做 你就做这一件事 你就能赚那么多钱 你还麻烦别人 然后你把计划线撒出来 对吗 像我们这个年纪 可以说 都五十多岁了 才享受到这么好的一个 我们现在年轻人做几年 那辈子我们都要做 真的 真的 你的感受感受好了 这个是原来的成销 成销的结果 没有证据的 更保护它 这是不存心情的 这样的 因为作为下一次 这条队打成功 你又可以开支开 你家人 那是那个人 你可以做 你又保护 做不可能 作为下一次 这条队打成功 你连个人都 是吧 都技能的 听明白呢 能赚很多钱 关键 你想不想去看看 这个钱是想不想去拿 你去拿就能拿到 今天那个 改静李英老师 然后那个 包括威廉老师 那个介绍 还有任务 我们团队是非常精彩的 这个 我呢 也是那个 刚好 更好 他这个分享 他把这一段 非常重要 赶快 没有 我是 因为呢 也是真的是 我是通过 因为 考虑 因为我们也是非常偶然的机会 接触了这样的一个产品 因为当时我们在组织一个唱歌比赛 在周伦多组织一个唱歌比赛 那么刚好呢 就是李英老师呢 他们这个 互营赞助俱乐部 那就包括威廉 包括那个李英 还有包括今天没有再唱那个 飞先生 他们就 帮着我们这个 就给我们冠名赞助 那我以前呢 我本身呢 在接触这个谈品之前呢 可能也有很多人 跟我谈过不同的 然后给我 因为我 基本上在多伦多社交 还是比较 就算是比较活跃的 那基本上很多人也通过不同的途径呢 来跟我接触 也接触过很多的东西 但是基本上我跟他做过 就说我 不会踏出这样的生意的 就说我们都是做传统生意的 从我自身来说 就说我是做保险理财的 那虽然不是说像崔先生 李英老师这么做的非常好 但是基本上 一年收入了十几万 都还是OK的 从我这个角度来说 我觉得 那反正也能满足生活要求 就觉得那种传统的那种生意 更适合自己 那么因为这次唱歌比赛呢 也就觉得那人家都给我赞助了 我是应该好好地听一听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就一起去开开会 他们说那就到五月份 那个街市大会 在多伦多 那我当然 那是我第一次接触这样的产品 那我听完了之后呢 我就跟你们第一个分享 我想的话 如果有条件 或者说有类似的这种机会 不管是在多伦多 或者说刚好在开大会的那个时间 那有机会一定去参与一下 你会有不同的这种感受 对这种生意的机会 有个重新的评估 因为之所以说我们不接受 或者说我们是自己把自己 屏蔽在了一个范围之内 我们认为那个不是我们的世界 那可能如果大家都把OPEN OPEN MINE 把你的思维稍微打开一点 你会发现可能外面的世界 可能我们老局现在就是说 灯高才能望远化 我们老是晚局现在就是说眼光就是看在 我觉得通过做个活动认识人 然后把保险生意也都带着还不错 就觉得很好 但是实际上你要走出 走出一个 这个屋子的话 你会发现外面世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彩 那我第一次接触 借斯就是这样来的 就是说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背景 那么实际上我们当时呢 五月初接触之后呢 我当时我说那你们支持我 我就没关系 我就加入 加入我当时大人主义就说 反正这东西就是把钱买点东西呢 这个怎么样都不会亏 就非常简单 那实际上对当时也没有对这个公司 有一个很详细的了解什么的 那么当这个比赛完了之后呢 那因为当时时间就我一下空下了 我觉得那他们赞助 我是应该好好研究一下这个东西 我都加入Member来了一堆东西 1799你们知道 来了一大堆那个各种各样的 有护肤皮 有那个白油的 我说到底能不能吃 能不能用 那我们首先得调查一下 那我虽然做的时间短 因为我严格一点 我从六月初开始真正的去进行调研 调研了之后呢 我就 因为我这些人非常多 就是做这个行业的 不管是那个 尤斯金的 包括尤斯桑纳的 包括安利的 反正都算是这个行业做的 以前跟我谈 我从来都是 never never 我说你们不要跟我谈这个东西 我说我要做这个 我请你们吃饭 当我确实 当我加入之后 我虽然没有开始做 我就把他们叫了 当时我说这个话 我就请他们吃的饭 我说我当时说的这个话 我实验了 我加入我就请你们吃饭 当时我告诉我 我说我开始 接触我要了解 这是什么样的 一种生意的 一种模式 那我六月份 当时 开始了解的时候 我就先跟他们 这些以前做过 其他行业的这种直销 什么这种 就跟李英老师说 做了16年 那他肯定 每一个体系 都是比较了解的 那我当时 接触都是 我算是比较亲近的 这些朋友了 他们都在这个行业做 我就问他们 到底这个系统是什么样子 这个直销是什么样子 这个东西 从这块跟他们学 他们就是一分析一分析 你们这个系统真的还是不错 从我们做直销来讲 他们系统非常非常先进 那产品 那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我从系统来说 他们说 首先这个 GNGS这个 就是说 挣钱的这个体系 真的是 比起以往的那种系统 绝对是最棒的了 那我然后呢 又找到一些 就说 像那个 那个作为那个ID 都是存用户啊 用了一年的用户 我也有 找到这样的人 因为我做一个事情 之前我都要进行调研嘛 从我们这个团统 都是这样的 那我就像类似于找到这种的 有的用了 几个月 有的用了一年 有的用的可能 就是说 稍微短一点 也有长一点的 当我去问他们的时候呢 真的给我最多的是正常会 都说这个产品的效果呀 不管是从他的这种 就是我们说的 整个化妆品 但是他不叫化妆品啊 而 这个细胞 什么管理体系 包括他的那个白绿流传 真的我觉得 正面的反馈非常多 就是说首先 这个给我的一个信息就是什么 这个产品 我不用担心吧 因为用 既然有用户的这个体验 虽然我自己没有体验 但是我身边的朋友 他这个体验过 我相信朋友给我们都是最直接的反馈 那 这是我的第二点体验 之后我是觉得说这个时候呢 我就觉得体系好 产品也不错 那我们就可以 我就说试着 我就开始在网上做相应的这种设置 当我做完了之后我会发现 朋友就会发一些 因为有的是负面一些的 比如说 对公司老板的 这个人是他的这个地址 做过以前其他的生意啊 或者类似于这种 稍微负面一些的信息 那我们就会做更深入的一些调研 当你越深入调研的时候呢 当你去越研究他的制度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真的是 他的产品制度 都没得挑了 当然你说 最重要 我想大家做这个事业的话 第一点 首要因素一定是产品 如果产品不好的话 他就一定没有生命力 从一个将来的这种延伸来讲的话 一定公司能够长期发展的话 一定首先是他的产品 使用起来非常好 这样的话 他才能够让人有一个 就是我们叫做 持续性的消费的需求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说 你们有这样的一个 就是一个团队 那我就说 给威廉拿出来的时候 我说我们就一块儿 我帮他做一个公众号 就是找着一个 那个微信公众号 实际在做的过程中呢 我就会收集更多的资料 我再去对准 那我做这个公众号的时候呢 就是让我当时我说 哎 做完了相当于 没有跟在我自己的朋友那儿分享的 我就是发到传罪里头 我说你们看来 有用什么就发 没有引人关系 这个时候我会发现 不经意地发出去之后呢 收到很多的这种问题 最多的这种问题呢 可能就是 哎 这个国内的 因为我们都是来自中国的 那我们做的都是WeChat WeChat这个 基本上来国内讲究 你们得到特别多的反馈 说是哎呀 你这个东西怎么买 我家里人有这个得了什么什么病 能不能吃 说身边的这个朋友给我们推荐 那这个东西我 我身边的这个像我父母 或者我爸爸 或者说我的什么什么人 得了什么什么病 能不能吃 达到这种问题 来的非常多 那我就会发现 就是说这种需求 真的是 就是刚性的需求 真的是非常多 如果真的是这个产品的话 非常好的话 那么这种市场 一定商机是无限 那再返回到最开始的 我们说 我在做这个公众平台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像最开始我们做 大家在淘宝网上 就是那种 就是C2C的模式 Custom to customer 这种模式 后来就是 像天猫 那个京东 都算是进到了那个B2C模式 那我们实际上说 这种模式的话 慢慢在计划的过程中呢 就跟我们都知道 目前未来的方向是什么 都是O2O 就是说我是 online进行这种 就是这种环境 那offline呢 我们就是进行一些 线下的这种service 那进到这种模式 你才会有前景 因为那种C2C 可能慢慢都得到进化 那再往前进呢 可能就是F2C 就是Factory to customer 就是真正的从工厂 要进到Custom 这个也是一样的 就是传统的这种 一步一步的进 从工厂直接到消费 大家就会发现 肯定有它的优势 因为我工厂肯定定价 我是直接就到了消费者手里 一定是受消费者欢迎的 那我们在研究这个过程中呢 就会发现 第三个可能未来的趋势呢 就是我们说的这种会员制 这种会员制的话 就是一定会结合着 就是你一次一旦 一旦加入这个会 你可以终身享受它的会员的加入 而且能够享受这个会员的整个庞大的一个分红 那这才是一个完美的体系 那实际上当你去研究这个GNAS这个系统的话 你会发现 它真的就是一个 O2再加F2C 再加一个Member的这种体系 六网合一 真的我不知道它会把这个生意带到一个什么样的层次 如果你现在看懂这个生意 那我们就进到下一个level 就是当你去发现这个 这么好的一个平台 供你去消耗 因为我接触很多年轻人 因为我们在做活动中 就像考虑像他们这个很年轻人说 我要搞一个这个创业的平台 我要搞一个什么东西 当你去发现这些东西 就是这个平台已经给你无限大的这种空间 给你已经非常完美的一个平台 你自己不去利用 你还想着就是我自己的能力有多高 你要能把这个看懂能够投入进去 你会发现这里面的商机真的是无限大 当我们去发现这个东西的时候 实际上 我们当时呢 就是直接我们自己小组 就去订了两百本 这个大概花了一千四百块钱 就是我们觉得这个给我们这个小组 就发一发 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产品 我们为什么不去推广呢 那我再说的话 在我自身推广的时候呢 因为很多人可能我不知道 传统的这种生意 就是特别像我们 我们有一点 包括我们刚才请的那个化学团的团长 他也是我发现进来的版本 他们都有这种想法 说 哦 我是有身份的这种 说 我都是这种社区的名人了 我去跟朋友去讲 他们总有开不开口 或者说有的说 我在WeChat 我一分享我会觉得 这样都是我的朋友圈 我更不好去推广 实际上我的体验就是说 从技术上来说 我完全可以达到什么呢 我想发GC我就发GC 因为我发的全是某种人 我完全可以把我不想让他看到 比如说我做保险的 我有我自己的客户的那种群 我把这些客户群排在我的 接收这些信号 这些人我可以单对单的 我可以送他上去 我可以送他东西去体验 他愿意呢 就跟着我 没有关系 我不去讲究 但是真正我们 大多数这种 在我们微信圈里面 因为我们是似乎微信 我知道大多数 我的朋友圈都是陌生人 可能跟我永远互动很少 那我这些人就是 就跟一样 市场遍地全是这种人 我干嘛放弃这种大好的市场呢 那我就去发给这些单 这些人 他们就是我的第一目标市场 非常简单 我做到这个东西 就是说 我把我的第一客户保护起来 我单定接触 把剩下的这些客户就是我大量的扔 就跟扔广告一样 他爱看他就看 他觉得有商机 他也会找你 非常简单 当这个过程中的发生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 有陌生人回来问 那你就拿到下一个来玩 因为你光靠这种自己身边的这种朋友 我会发现 逼跟你们分享一个很大的问题 比如说 当你去接触他们的时候 往往他们说 哇 我怎么没跟他讲了 他跟我这么熟 我都没做 因为你没告诉他你在做这个东西 你老是觉得 哎呀 他会不会做 那是他的事情 你需要考虑的 就是说 认清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什么样的公司 什么样的产品 当你认清了之后呢 我们实际上是在帮他 当我们去帮一个人的时候 你有什么不好意思 只不过就是刚开始的话 大家都有一些 不愿意去让他知道 我在做什么 这种个别事 我从微信啊 从其他的这种方式 我可以把它屏蔽掉 那我们在这个做的过程中呢 我们可以打造另外一个市场 在打造陌生人的市场的时候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现场的工具 我们可以利用 比如说视频会议 我们完全可以利用 比如说威廉他们这种 像借国 对待老外 他们这个都很有经验的 完全可以达到另外的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利用视频会议 我们谁感兴趣 我们单定本 因为像威廉都是非常有经验的 想是几个这种 这个团队的死后的 那我们团队绝对是无一无二的 因为可以想是指哪儿打哪儿 就跟我一样 当我介绍这个无锡这个陌生的这个人的时候呢 那威廉就在上海 那我可能线上我跟他谈了 可能 刚才第一次谈了两个小时 第二天他又问了大概八十分钟的电话 通完之后我就说可以 这个人可能就是我要找的人 我们要找到人 那我直接就给威廉老师 那你帮我对接一下 他刚刚在上海 那人就在无锡 我说你愿不愿意参加我们这样的一个OPP的一个会议 马上反馈说可以啊 你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 我说可以啊 就威廉没出 来吧 我们在哪儿 他时间地点都有 好了 马上带了四个人过去 两对夫妻 过去之后呢 他们就发现 真的他们就是对这种产品 就在找这种机会 只不过 我给你们先 先一步到达了 这个合适的这个位置 他觉得跟我谈得很好 那么就愿意接触我们这个团队 那我们团队就是说可以做到远程service 可以做到点对点的服务 如果他真正是生意生意的这种basic model的话 那李莹老师他搬一下就到无锡去跟他去对接 我们崔先生也会去帮你们对接 真的我们这个团队service 就不提了 因为威廉跟大家可能接触都比较久 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团队 那么我想跟大家一块分享 一个完美的project和一个完美的system 再加一个非常棒的一个team 如果你不加入 就是这样 我们是在找一个正确的一个团队的一个合飞 就是生意合作伙伴 我们不是在试图说服你来加入这个东西 是你自己要看懂这个东西 但是我在给你谈这个机会的时候 你自己三天二夜 或者还觉得没有riding 什么人也救不了你 因为这个机会不是我给你的 是对每一个人都是统一的 这个平台 给大家统一公正 每一个人全部都是这样的一个平台 那林老师能成功 有他的道理 我们每个人都能成功 如果你 可以 当然 我可以 你也可以 我可以 大家都可以 我可以 大家都可以 我可以 我可以 你也可以 比如说是 比较机缘巧 我本来说是 好像有这个东西 是吧 你们比如说 我给你们看一下 这是我们自己进的书 背后都有一个二维码 是吧 当你扫这个二维码的时候 就可以有一个我们自己的公众号 实际上这个公众号 大家 如果是玩微信的话 都会知道 当你进去的时候 就说 就变成是我自己的一个 等于是一个小的一个空间 一样 我把这个空间里面的内容 就等于说 我想传递这东西 我也不知道谁想看 但是我又不想强迫你看 比如说这小伙子 他可能根本对我这个东西 就不感兴趣 我发到他之前 他也不会感兴趣 那我发到外头 自然有人会感兴趣 有人正在找这种机会 他会找到你 找到之后呢 比如说打一个比方 我们进到这个公众号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都会去follow他 比如我们去加关注 加了关注的话 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个 比如说最简单的 当你进到我这个公众号 底下有绘画框 绘画框的时候 比如说 一进去之后呢 我们就会有提示 比如说 你对公司的认证感兴趣 你就打认证两个字 那我们就谈出来 所有和捷耐的公司 认证有关的东西 都会显示出来 比如说 通过那个FDA认证 CFDA认证 包括加拿大的这种 相关的这种 Health的认证呀 所有这种认证 我们都给你罗列起来了 那这个时候呢 你会发现 类似的产品的东西 我们都可以这样做出 模块化的东西 他实际上 我们是在发现 说穿了 是在找一个合适的人 去把我们推广 如果这个人 就对你这个东西 不感兴趣 或者说 本身他就 不接受这种理念 或者说制作他们 他就不愿意 他把自己close起来 我想老天爷都没有办法 我们找的 不是说我们到处去找人 我们实际上 不是试图去说服哪一个人要做 实际上是 我们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实际上对方也在找这个东西 他在找一个什么呢 他在找一个team 能够帮助 如果我们把这个team 我们大家 刚才说的就是平衡 而是说 大家实际上是 one grow 大家是一起成长的 就跟我们一样 在一起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 我们都不希望 在这种朋友 这种事情上发生误会 比如打一个地方 逗脸 你那一个朋友 当你去做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说哎呀 我跟他谈 他要接受怎么办 他要拒绝我怎么办 他要是说 认为我在做这个东西 是误导他怎么办 这些问题 我们都要先打消极的部分 因为我们是一个team 那我们怎么实现呢 比如说打一个地方 你的朋友在重庆 非常简单 我们可以实现 我们可以将来 可以非常简单的 从技术上实现 就是说 远程事情会议 比如说 你也在线上 我也在线上 你也在线上 你就是一个桥梁子 你说哎 我们今天有个电话的这种分享 你愿没听你 你朋友会愿意呀 好了 主讲人就是威廉老师 他会把他的就是 我呢也会讲 比如说讲英文的 你们带到一个英文市场 通过电视会计 这回都会帮你们讲 这就是一个team的 大家一起 一起成长 一起都变成 当然我们都希望是钻石 但是 钻石 反过来我要打击各位的 我就说 我始终做的每个人 我都要打击 我说 这么好挣的这个钱 不是 说 你随随便便 就能说 我随便做做一个 就跟林老师做到这儿 当然他可以说 我一会打击一条 一年做同一个钻石 这个钻石的路 是每个人选的 如果你选定了这条路 我送各位两个字 就是坚持 只有坚持 大家都能达到这个 只过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只要我们找到 Brand person 我们一定能够成 这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 我想的话 就是说 大家只要是一个team 大家一起来成长 这个事业 只要你认可 我们这个team 我们这个team 都可以 这种relation 帮你们 每个人都能够 达到这个level 但是如果说 你不给我们这个team 机会 你自己open 把这种 我还没想通 我还没想通 没有办法帮你 我不能说 Collie 来做 把你的卡住 我来带你刷 那我成了什么 你一定自己想 因为任何事情 包括家朋友 都是这样 我始终强调一点 如果是 你是从外到内 你去来促使这个人 你想试图收服他 你做这个东西 多多多好 没有用 只有他自己说 了解了这个东西 了解了这个体系 这个人说 哇 这个东西非常棒 非常好 我想做 这个时候 那他就选择人了 他为什么跟你做 那这么多解奈素的 他为什么要找你做呢 不是说你带他 你介绍了一次产品 他就要跟你做 没这个道理的 大家都是在双向选择的 我在收服你的同时 我没必要收服你 我是告诉你 我们这个team 我们能帮到你什么 能办你这个产品 给你理解什么 我们按我们的理解的方式 我们尽可能让我们 只要信服我们team 大家一起来成长 但是你如果说 最终你没选择我们team 我只能说 OK OK 对吧 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例子 你可能在别人拿成功 因为整个公司就是这么一个完美的制度 每个人都能成功 但是选择了team 你会把你的成功缩短很多人 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 所以希望跟大家共联一下 所以大家随时有问题 大家都可以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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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in真是领导 另外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很多人他不知道怎么去找资讯 有的人他可能也不知道 在手机里面打公众号 就有很多的及时的资讯出来 我推荐的几个我看的比较好的 这个是不是咱们的 不是 咱们的是美商杰斯 环球招商加盟 还有 咱们也可以上这个 就是Erik的美商杰斯 环球招商加盟 环球 这个有点长了 是 当时用这个名字没想那么多 招商 招商加盟 加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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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都可以 你们就在你们的手机里面下载一下 这个 然后呢 你们就可以随时看他最近的消息 公司的所有的资讯和促销都会有 那么 这个杰斯万象不是我这个团队的 但是他的资讯是最全的 杰斯万象 那你看我的手机里头 那么我就 你看 等一下 这里边呢 就有就下载了这一个 这个是紫色的 有一个杰斯标志的 那下面写了一个杰斯万象 看到没有 这个很好用 这个就是说很多资讯 它分类的在里面都很全面 然后呢 这个 我广州团队的呢 他们做了一个杰斯中国 还做了个美商杰斯招商网 还有呢 美商杰斯中国网 你这里面呢 都可以去看资讯 还有呢 美商杰斯在线 这个是我们温哥华的一个Eason 他的一个 美商杰斯在线比较好用的就是什么呢 你把它放到你公众号里头 然后你产品的点1夸 产品资讯出来 制度点2夸 制度出来 然后怎么加盟点5 就是说你一点击去5 你一打击去5 怎么加盟 他的图形什么的全都出来了 所以说现在做杰斯你别觉得那么难 做得很容易 你假如说韦库一个人进来 他有什么问题 你夸一下就给他发过去了 让他自己去看 了解吗 所以说呢 这个呢 这些的公众号都非常好 都非常有用 你没事你去浏览浏览吧 会有很多资讯出来 了解吗 所以说呢 这也是我们的工具 然后呢 我们要想成功的早 成功的快 要参加公司的大会 我们说开会开会 不开不会 一开就会 开会开会 早来早 早成功 晚来晚成功 不来不成功 所以说会议呢 是来培训你的 你今天是不是参加这次会议 有进步吧 晚来晚成功 不来不成功 是啊 所以说呢 参加我们这个团队的大会 团队的会议 是不是这个 我们团队是每个星期几年 我们团队是每个星期几年 有会议 最好是固定下来 假如说星期五下午 在什么地点 所以说它就有地方式的 有些人就愿意带人来了 完了都可以借地嘛 那么还有呢 就是什么呢 多伦多的大会 我们公司呢 看到多伦多市场这么发达 那么我跟那个艾利森说 她说呢 差不多每一两个月 就会有一次大会 那你也可以把人带到大会场 在口袋里 然后呢 我们还有一些个地区性的会议 和全球会议 那九月份呢 我们会在新加坡年会 新加坡年会 我们成立六周年的年会 大家有机会都要去 另外呢 就是新加坡年会 我们现在在7月31号之前 我们推荐的人还有旅游积分 你如果达到那个旅游积分 你就可以免费的有门票 甚至于呢 免费的有住宿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到哪去看 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这个月 如果你做业绩 既能帮你上来保 又能帮你得旅游积分 将来呢 你可能就会免费的去 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旅游积分在report的 然后地区别很report的 然后你往下拉 还有最底下 有一个主题说 三百 这个是呢 就是你有多少了 这个是谁的 那你这个呢 就是什么呢 有一个expo travel expo travel 它就能够出来 等一下 出来就是你有多少旅游积分 公司都给你记着呢 你就往前走吧 然后你看差多少分的时候 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坐上去 怎么不出来呢 这要是 来了 看到没有 旅游积分 如果你有100分到149分 可以拿到公司免费的门票 我估计你就可以了 如果你有350分以上 你就可以有4天的免费住宿 如果有400分以上 公司还补助你什么呢 飞机的奖励 都给你飞机的奖励 如果到了900分以上呢 你就会可以带一个人 两个人去吧 还有1250块钱的机票补助 所以说看你是哪个党 我不知道这个 你做得怎么样 这个小朋友 你现在有三十几分 这是我的 这是谁的 这个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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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谁的 这是我的 你的 可以啊 安妮 你有155个旅游积分 然后你的赛口呢 有三十个 还不错 那155个旅游积分 你最好达到350 你要是这个月 争取就是直接推荐的蓝宝的购价 12个人推荐出来 下个月你再把下面的空给添上 因为想要这个月你推荐的 直接推荐都有旅游积分 然后到31号就结束了 下个月你再推荐就没有旅游积分了 所以说抓紧这个月 直接推荐 那么这样的话你要是能350分 那你就可以也有一个 提给的是189块 那么住宿呢是比较贵的 新加坡住宿 那公司都免费提供 你就可以参加年会了 那他这个如果这份没用呢 还用不累积 这是这次活动的一份 不累积 就是一转一转时间会有出销 那是未休失 一年大概有两次这种 像所谓的旅游积分 像我们去摩西德 也是把旅游积分免费去 那个不是说买就可以去 所以这个就看 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 再看一下 你看看我们安妮 现在这个蓝宝资格还差多少了 也会看到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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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人 谁先拿到麦克风的 谁就先拿到 这就这么简单 赶上去的人讲话 赶上去的人讲话 谁就 谁就拿到 不赶上去的人都不赶 一千就等于说并不放 所以大家就仔细看一看 看一看 天气还差多少 如果还差一点的话 买上去都可以 假如说你还差了一千来分 你就可以达到拿六千块钱的标准 那你一千分你要花多少钱 一千零九十九那个套装是五百分 如果你买两个套装 花多少钱 花了两千多块钱 但是你可以拿出来六千块钱 这两千多块钱的材料 你还可以送人自己吃 或者叫你女朋友 那你多划算呢 如果你就差一点的话 你自己就买上去了 对不对 所以刚好遇到这个时候 大家还比较聪明 对啊 艾瑞克 你现在开始吃 你是一路 什么 我刚不开始说呀 两个你 两个月了 对 已经半月了 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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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 充满马 他应该下 dados 他应该不可以 充满马 但他不可以 充满马 你肯定要把他给的就放在八月底吧 这是个自己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他好 你先给自己定义一个目标嘛 你说我们这个期末 你肯定要 听不出来吗 你们都应该是很聪明的 按你的插给的设置 怎么办 看哪些人怎么样 没问题的 再看吧 都能做的 规划好了都可以 都没问题 你是谁规刑的 不错不错 那行啦 你们应该跟什么 几个人一起上 这样的话就比较划算 但是他能做出来 那就给你贡献三十块 就是三十块 你现在是什么级别 那你要做一万五千块 那他给你贡献一个 四千五百块 他左边那个贡献 对啊 那划算了 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那你快抢了 是不是 再把这些个天真后 这些个假设他没长脚的 你在下面再看看 给他买什么套装 你就基本上就是 应该没问题 但是我们自己来的人都 那个买的产品就比较少 基本就比较少 对了 那这样子就比较 我再跟你们讲一下 如何签大单 我看你们都签小单了 签大单的理由 怎么让他能够买1099 或者是1799 如果他是老板 才又没时间做 就是不要吃票 吃票 就是不要 或者是呢 到你的客户中心 客户中心 不有一个提意见的地方吗 对吧 如果简体的就叫帮助台 帮助台 这个地方呢 你一定要写 不要把我的佣金都放电子钱包 他就不会给你寄支票 你一个支票 每次寄出来是2块5美金 要扣你2块5美金 然后你这个支票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收到 会不会有遗失 那最好的办法 就把钱都放你电子钱包 你愿意怎么花怎么花 对吧 而且还没有一个银行居住 是不是 所以说呢 第一帮他马上设定电子钱包 电子钱包里还有一个什么呢 上传ID 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 美国加拿大的 马上 因为他加入的时候 你正好跟他在他身边 马上说 我们这个需要上传ID 你将来挣的钱才能够拨到 你的银行账户 或者给别人当代币 马上要下他的ID给他上传 下次你再上传的时候就麻烦了 了解吗 ID上传 第二个呢 这是电子钱包部分 第二呢 马上让他合格 他是不是进来了 你马上说 你现在只是个经销商 那么你如果要是想 做这个生意的话 你必须成为一个合格经销商 去拿奖金 然后你把你的家人 放在下面两个位置 成为合格经销商 你不能说推他一个 让他在800辈子没时间 再去找一个人 让他合格的难死了 你让他一步到位 马上就成为一个金山脚 是不是就坏了 你找12个金山脚 你那就是蓝宝了吗 你何必找36个人呢 对不对 所以说呢 这个呢 这是第二个 你马上要让他合格 合格的好处 第一 他自己合格了 第二是什么呢 他两边是不是有 有空点了 他可以灵活 灵活 什么叫做灵活掌握 就是说 这边是个大边的时候 他家用产品了 那你这个 就60CV嘛 那你 那你还想再买产品 你就在小边 你家人的身上再买产品 这个点数是不是给你了 对不对 你是不是越吃越便宜 那么第三呢 是什么呢 你是别人的榜样 你让他进了三角形 他的脑子里就想 我再推荐人 他也得当金三角 复制 了解了 就复制他 每个人都进来就是金三角 进来就是金三角 他可以上面1099 下面两个199 站位嘛 对不对 而且呢 第四是什么 这个点位将来还可以转让 如果你这边很大边 你又没有能力做这边 然后但是呢 这边有一些点数的时候 你把它转给一个能人的话 他来帮你做 对不对 所以说灵活掌握 所以第二呢 你一定要他成为合格计销商 金三角 第一呢 电子钱包一定帮他设定 然后呢 第三呢 自动订货 自动订货 有些人他进来了 他只能管他一个月的 有些人呢 他可能是 像这个1799呢 一步到位就算了 假如说像那个安妮 他那个199的 你不能199就让他完事了 你说你这个货不全 你定自动订货吧 你定六个月 公司还送你一个精华路 多好 是不是啊 还送你一个精华路 你最起码有六个月是活跃状态 等到你现在没有时间 你可能五六个月的时候 你来经营的时候 你下面已经有个组织了 对不对 所以让他自动订货 我们的魅力就在于 每个人都自动订货 真的 你每个月你都不愁你的业绩 他自动就翻上去了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三件事 他加入以后 不能说他买单了 你就高兴了 什么都不管他了 过两天就清零了 过两天他支票来了 是不是啊 给他造成很多烦恼 所以说我们就要把烦恼 降低到最低的程度 这三件事赶快做 都做完了这样的回家 了解吗 按照他在他兴奋的时候 一定把这些事都做了 明白 这是窍门 所以你才倍增得快 要不然他今天这事 明天那事都找你 然后呢 做完了之后 你再把电脑打开 把他用他的这个网名 给他上一次 用他这个网名和他这个密码 上一次进到他的那个网站里头 让他知道他回去怎么上 他说不定他回去他又自己看呢 上完了以后呢 你再告诉他 帮助台是干啥的 电子钱包是干啥的 然后你再把他给放回去 放回去以后 你告诉他回去以后马上去看什么 杰斯关键看什么 看这些资讯 把产品最起码先自学一下 然后呢就跟上我们的队伍 什么时候有会什么时候必到场 你就跟他说 你经常来开会 每一次会 都可能给你增加500块钱的收入 你来不来开会 可以吗 你说你们来是不是开这次会值得吧 是不是你的业绩至少增加500块钱吧 收入6000块钱吧 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说会议很重要 都会教你们怎么做 所以跟上会议 跟上系统 然后呢 跟上公司的促销 那很多人说 哎呀 中国的促销马上就结束了 我告诉你们一个秘诀 怎么做 是不是 就是7月底 马来西亚促销结束了 马来西亚促销结束了 那个人是不是 他那个蓝宝就结束了 怎么办 马来西亚 蓝宝结束了 那这个马来西亚这人没做算 他赶快下面加一个中国人呢 或者加一个加拿大人呢 从这个点位上继续往下做 他还有一个月的机会 还可以 下面的点位 做上一个蓝宝 他能控制这个点位 他们是不是也拿6000块钱 只要这个点位 他的电子钱包密码 在你手里头 不就完了吗 你不就可以控制他了吗 对 对不对 有些人说 包括建国 你已经做成蓝宝了 建国和这个和特里莎 已经做成蓝宝了 那你现在再找一个人嘛 你说咱俩合作 再做一个蓝宝 行不行 完全可以啊 拿6000块钱 你们俩月怎么分怎么分呢 那这个促销 反正你也要做业绩 你干嘛不去做一个蓝宝 多拿钱回来呢 对不对啊 是不是啊 所以说这两个月很关键 或者是呢 你这个人啊 这个人 你找到一个人 他根本他不干 你借我ID一下 只要他那ID能上传的 借我ID一下 他都不知道 我送你一套产品 199的产品送给他 借他一个ID回来 然后把这个账户都给控制好了 他都不知道干什么的 你也不干我的密码 然后你从他的开始推荐 开始开始做 做完了以后 你是不是这个是6000块钱 6000块钱以后 他不有ID了吗 你把他代币都代币出来 你将来下面再出现人的时候 你把这6000块钱都挡出来了 这不是你的钱吗 对不对 你再做一个蓝宝 明白吗 完全可以再做一个 你下面这些人怎么办 下面这群人上哪少这么些人去 但是我有些用户 就像假如说 Ariq 我有个用户 突然间就告诉我 我要买多少个大单 假如说我要买10盒白绿卤水 怎么办 加一个单 11盒吧 寄到中国 对不对 这个人是假的 王鹏 假名 王鹏 买了这么个单 下面推荐的人 没关系 他下面推荐的人 假如说他有这个推荐奖金 假如说有500块钱 怎么办 下次在他身上自动订货买货 他没有ID也能买货吗 他电子钱包支付嘛 对不对 你不用代币 他去假人没事 你把他钱挡出来不就完了吗 变成产品就完了吗 对不对 所以说呢 你完全可以再去做蓝宝 包括 Erik 你下面 你再跟人合作 也可以做蓝宝 对不对 就做蓝宝 这是一个窍门 再一个窍门是什么呢 中国的 8月31号 结束了 对不对 怎么办 澳大利亚 10月份 开始了 你要经常到你的mailbox里去看 哪个地方又有蓝宝促销 明白 那么澳大利亚突然间也有了 怎么办 其实澳大利亚是5月1号 到 不是 3月1号 到4月31号 30号 有一个促销 我们的很多的会员 他就很 很聪明 到处找澳大利亚的人 那澳大利亚的人 的ID 明白吗 你二姨在那儿 我给你二姨加一个单 我送他一套产品 然后呢 我加单的时候 必须要一个ID 谁不想要免费得产品呢 他借你一个 借你10个ID都可以借给你了 明白吗 然后你把这个澳大利亚人加入了 加入怎么办 第一个人加入 他不是参加 他就吐销了吗 然后你下来推荐中国人 推荐张大人呢 主要第一个点位是澳大利亚籍的 你是不是也拿6000块钱回来 你跟着中国公司走嘛 公司哪有促销你拿哪个人 过两趟欧洲人的 你有没有同学或者朋友在英国的或在哪的 对不对 所以全球一张网的好处就底线在这了 了解吗 全球一张网了 哪有促销那第一个人就用那个 你永远可以做这个6000块钱的这个计划 哪促销你哪个人上去 那你下面继续做业绩嘛 对不对 所以你说这钱好不好赚 多好赚呢 关键你是要不要开动你的脑筋去拿这个钱 怎么去拿 我们是金子爱财取之有道 对不对 你就叫取之有道 知道他怎么去取这个钱 就行了吗 跟着公司的促销走 公司哪里有促销 你就找哪里的人加入 然后就做全球市场 就玩个快乐 对不对 所以说这事不难做 难就难的 你用不用心去做 你要用心去做 那就巧妇难为五米之岁 你用心去做 你把所有的这些个会员拿到手里头 你左摆右摆左 算又算 你利益可以最大卦 对吧 所以说熟能熟巧 这个呢就是你们在钻石团队里得到的小赃 其他团队都乱做瞎做 不知道怎么做 你知道吗 低位好多钱 真的 他没跟着公司的这个步伐嘛 也被跟着塑销 也不知道怎么排线 都浪费了 对不对啊 所以说呢 他好好的经营他 他本身很好 你再让他更好 那你呢就更好了嘛 对不对 是不是 是 好 好 所以今天是不是差不多了吧 嗯 嗯 谢谢林老师 你跟我們分享這麼多成功的經驗 我們再一想 感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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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講說到此結束 如果有任何問題都可以聯繫 各自團隊的那些力點去 來做來進行運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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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